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扎布洛最新的一个战况 俄军今天发射了伊斯坎德导弹 攻击了扎布洛州首府扎布洛市 一个叫雷卡茨酒店 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的画面 这是巡航导弹 飞跃扎布洛这个上空的画面 这被拍摄的 俄军是发射了多款导弹 包括伊斯坎德尔还有R-500 摧毁这个酒店现场 大家可以看现场的画面 升起了蘑菇云 这个酒店 这爆炸以后的酒店的样子 这个酒店叫雷卡茨酒店 这个酒店是住有外国工兵 其中包括来自于美国的 美国工兵 以准备在扎布洛地区发动 袭击的 巴尔坦克的一些坦克手 那俄罗斯情报发现 外国工兵 包括来自于北约的一些教官 抵达这个酒店 随后发动打击 这个酒店现在已经被完全摧毁 大家可以看 那么现在呢 俄军在扎布洛地区呢 大规模的空袭啊 实际上呢 除了扎布洛以外 还有奥利霍卧 前段时间也对奥利霍卧的 47旅的这个指挥中心 就是星电卫星的这个中转中心 进行了大规模打击 那么这一次又是对扎布洛地区 外国工兵营地经打击 俄军呢 这次使用的应该是 伊斯坎尔导弹 另外呢 还有这个巡航导弹 除此外呢 还有无人机 俄军呢 这次空攻击呢 除了扎布洛以外呢 还包括 罗夫诺地区 罗夫诺地区 这是靠近利沃夫 这次呢 使用无人机 还攻击了罗夫诺的油库 大家可以看画面 那一组油库呢 被俄军摧毁 使用的是戈兰2无人机 戈兰2无人机呢 实际上是俄罗斯仿制伊朗的 这个沙赫德无人机 看啊 这个油库被完全摧毁 那乌克兰方面呢 已经证实 俄军使用的是戈兰2 这个无人机呢 是俄军啊 国产化的一款无人机 那这款无人机呢 英国方面呢 也对无人机 升级以后的戈兰2呢 进行了解剖 发现呢 这款无人机使用了大量的 这个 西方的元器件 那这个沙赫德136 131 根据英国呢 在乌克兰的情报部门 对 相关无人机材料 进行复原 大家可以看啊 那么得出的结论呢 2023年7月啊 攻击乌军阵地的两架戈兰2无人机 那安装了小型的叫KOMETA 抗噪声接收器 这也是俄罗斯高精度产品 典型特征 旨在接收无线电的信号 以及这个导航信号 此前呢 新款的戈兰2 安装了俄罗斯叫惠星 那么现在已经升级 这是英国的情报的 说法啊 说俄罗斯方面呢 对戈兰2进行了升级 由这个惠星升级到了这个抗噪接收器 与伊朗的版本不同 那英国方面认为呢 俄罗斯的戈兰2中啊 用于接收卫星数据的天线啊 位于无人机的内部 而不是在无人机的外部 这是与伊朗的这个沙河的无人机最大区别 那无人机本身的这个框架及设计呢 也发生了变化 俄罗斯的设计呢 说伊朗 它是一个坚固的机身 内部之间有结构连接 俄罗斯的 它在重新设计以后的这个戈兰2呢 是一个由交错碳纤维加固的玻璃纤维外壳 俄罗斯这个外壳更加的轻 英国方面的公布的这个侧面照片 大家可以看俄罗斯这个无人机的外壳 侧面照片也可以看 俄罗斯这个外壳 它中空 所以内部实际上非常轻 不像那个伊朗的沙河德无人机 它是 没有中空设计 而且不是碳纤维 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无人机重量更轻 载弹量更大 这是最大的区别 英国的军情六处得出的报告 俄罗斯在戈兰2内部进行了升级 同时简化了对无人机的操作 除了戈兰2无人机 俄罗斯还公布了最新的柳叶刀 最新款的柳叶刀 戈兰2无人机呢 从刚才给大家介绍情况 英国方面得出结论 俄罗斯已经可以大规模的量产 量产这款无人机 那么柳叶刀也是俄罗斯自己设计生产的 那这款无人机呢 现在呢 从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啊 它的成本降低 成本降低了10倍 俄罗斯现在开始大规模自主生产无人机 成本降低了10倍 另外俄罗斯的现在呢 它的无人机啊 它实际上使用了复合材料 包括这个柳叶刀 重量更轻 载弹量更大 另外一点呢 俄罗斯的无人机啊 它使用这个导航系统 是目前来说最先进的 很多的乌克兰的这个电子战设备啊 对无人机很难干预 很难进行这种攻击 俄罗斯也加强对无人机 这个信号接收系统升级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的无人机啊 实际上是性能远远超越 这个伊朗的沙赫德 所以未来呢 这个俄罗斯这款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 将发挥更大作用 基本上无法拦截 因为它这个格兰2无人机 可以自主攻击 柳叶刀也是 这个柳叶刀实际上 要攻击的还是 像鲍2 像这个步兵战车 这装甲目标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无人机攻击 这是今天关于扎波勒方向 作战的一些画面 那关于乌军的反攻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呢 先给大家介绍 在大诺希尔卡方向 今天呢 在大诺希尔卡方向的反攻呢 接着10号 乌海军陆战队37旅 那昨晚呢 再次攻击了乌罗扎伊内衣 给大家看一下画面 那经过战斗呢 目前呢 乌军在乌罗扎伊内衣北部 北部取得了突破 开始呢 在乌罗扎伊内衣呢 建立防线 所以乌罗扎伊内衣北部 已经被乌军占领 截止8月10号 莫斯科时间的下午 乌海军武装部队呢 以四个海军陆战队分队攻击定击点 乌罗扎伊内衣南部俄罗斯阵地 在攻击之前呢 乌军炮兵使用极数弹药 对俄阵地进行大攻的炮击 这是现在我从前线获得的消息 那么现在两支队伍呢 为名原因 为前进 一共是四个突击队 有两个没有前进 步兵第37团指挥部 联合两支部队继续进攻 只有两支部队进攻 多次尝试卫国以后呢 乌武装部队退至原先阵地 现在战斗还在持续 在北交 乌罗扎伊内衣的北交 是双方战斗的一个主要场所啊 那么南交呢 俄罗斯武装部队进行过反击 乌军呢 现在说已经完全控制了乌罗扎伊内衣 但是现在南交的战斗还在持续 所以乌军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控制 乌罗战斗的意义 这是现在在 旧马悦尔斯克最新的一个消息 北交 大家看啊 这个北部已经被乌军完全控制了 战斗非常惨烈 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也签署了行政命令啊 普京的授予 俄第71摩托化步兵团 在扎布洛方向阻挡敌军进攻 授予禁卫军荣誉称号 看啊 第71摩托化步兵的亲自签名 授予禁卫称号 那也说明在扎布洛方向啊 这个战斗啊 非常惨烈 而且俄军的防御呢 也是比较成功的 所以授予禁卫称号 再来看大诺切尔卡啊 侧翼的这个奥利霍正面 奥利霍正面呢 俄新社的记者呢 昨天抵达了现场 俄新社的记者呢 是首个抵达前线啊 亚历山大 哈琴克 他是俄新社记者啊 他呢 随特种部队 抵达了现在扎布洛的拉布蒂诺 这也是唯一在前线 能够有拍摄的外国记者 像很多消息呢 实际上都是由这个前线的记者 发回的一手消息 我获得消息后 马上给他汇报 那根据这个哈琴克呢 他介绍啊 在拉布蒂诺郊区地带 实际上呢 俄军的组织了有效的反攻 虽然乌军突进了三公里 但是现在俄军在这个方向的防御 还是比较成功的 俄军呢 有完整的战术 对乌军目标经打击 而且呢 俄军的战术高效运转 现在呢 士兵们可以使用一切手段来消灭敌人 就是说这个方向 拉布蒂诺方向的战斗非常惨烈 那在拉布蒂诺方向呢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 乌军的第46独立空中机动旅 一个联合突击队 在乌国民警队15旅的支持下呢 发动了拉布蒂诺北部的进攻 那现在拉布蒂诺北部地区呢 已经被乌军占领 深入了三公里左右 目前两个旅的工兵在炮兵之恩下呢 在拉布蒂诺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建立防线 目前呢 乌军正在等待新的增援部队 乌军的第10 第118计划旅 现在呢 已经有一步 抵近了这个 拉布蒂诺北部地区 但没有进入战场 比如说 第10旅 第11计划旅部队 已经抵达前线 正在等待命令进入战场 所以未来呢 拉布蒂诺方向大规模的进攻 大规模的战斗很快会开始 那现在前线呢 乌军还使用了电子战飞机进行压制 所以呢 前线的有一些 无人机 俄军的无人机被电子战设备压制 小型无人机实际上对电子战设备啊 特别是乌军的这个电子战 设备压制是非常有效的啊 可以压制俄军这些无人机 特别侦察型无人机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点 就是说乌军现在在战场 拉布蒂诺战场 大量使用这个电子战飞机 对前线俄军的无人机进行压制 这也是与过去有区别的啊 因为过去实际上这个方向 俄军大量使用无人机摧毁了 乌军的包括坦克 装甲车 所以现在乌军的使用这个 电子战设备 投入战场 从这个俄新社记者拍摄的画面啊 大家可以看 拉布蒂诺的前线 俄军的整个防御呢 还是比较稳固的啊 俄军呢 现在 第一条防线 那大家可以看 第一条防线 特别是在拉布蒂诺北部地区防线 没有被乌军突破 那么现在实际上 乌军根本就没有接触到 俄军的真正防线 这个拉布蒂诺 实际上只是前线的一个接触线 真正的防线呢 是在后面 所以现在乌军呢 他的行动非常迟缓 美国方面也表达不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讯协调员约翰·科比 他昨天表示 美国已经满足了乌克兰人在反攻中所需要的一切 但反攻速度比我们希望的要慢 那么随着秋天的到来 反攻将变得更加困难 对 那么现在来看呢 在奥列霍卧 以及在大诺切尔卡前线 乌军现在正在准备下一轮的大攻击进攻 俄勒斯方面呢 也做好了准备 有个侦察机 很多在前线的画面 在前线拍摄的这个交火的一些画面 都是由这种侦察机 拍摄 然后传给记者 从现在的整个的 扎布洛前线来看呢 乌军现在没有突破啊 这个 苏罗维金防线啊 整个的托克马克啊 第一道防线也没有接触到 现在看呢 乌军如果在秋季啊 特别在十月份之前不能突破 托克马克啊 以及这个苏罗维金防线的话 那么实际上乌军就失去了这一次大反攻的机会 因为一旦到了冬季啊 到了秋季冬季的话 实际上代表你去过乌克兰你就知道这个地区 地中海气候到了秋季冬季 再加上下雨 这个地区的泥泞啊 这土地啊 实际上会很难通过这种重型装备啊 你再想大规模机械化的反攻快速的突破更加困难 因为他一旦到了秋季的话 那个秋季啊 下起那个秋雨 我去过乌克兰啊 在乌克兰生活过啊 你就知道到秋季十月份 那个雨下的 整个地面是非常泥泞的 到了冬天呢 大雪啊 结冰以后又覆盖了整个的这个地面 冬季再反攻的话 实际上更加困难 那美国现在呢 在乌克兰方面啊 提供的这些装备 现在来看都没有发挥很好作用 可以看到俄军呢 很成功的就阻止了乌军 这些西方装备的通过 也就是说对鲍尔坦克 鲍尔坦克 布拉德利 布兵列车 俄军呢 有了非常完整的打击手段 所以现在来看呢 乌军呢 只能换装备啊 升级装备 或者改变战术 这是无人机打击 布拉德利 布兵列车的画面 这是鲍尔 刚才是鲍尔 现在这个鲍尔在整个战场上 特别是在乌达尔南部地区 整个战场 只要出现啊 俄军呢 实际上无人机发现的话 就会呼叫多种手段 包括这个打击 布拉德非常有效的这个 这个刘约道 另外呢 还包括 卡五二 卡五二也能打击 所以现在俄军打击 这个西方主战坦克啊 手段很多 我觉得这一点中国应该学习 特别是用无人机打击 它这种 布拉德坦克 打击这种先进的这个装甲车 因为无人机呢 它打击的比那个导弹啊 更加准确 打击的这个 可以看啊 它可以攻顶 打击精度更高 所以这也是俄乌战场呢 我觉得是21世纪战争啊 这无人机战争 给中国的一个启发 用无人机啊 代替导弹 打击这个 坦克啊 还有这些主战装备 这是打击的画面 俄新机制度的记者呢 现在在前线呢 实际上发现啊 俄军在打击鲍尔的同时呢 俄军的无人机 还能够对其他目标呢 进行打击 就同时呢 这个无人机可以带弹 那先呢 投下炸弹以后呢 再去自杀式袭击 攻击 主战装备 就形成了两种打击 两次打击 可以消灭 两个高价值目标 那这样的话 一架无人机可以打击两次 如果你使用这个反坦克导弹的话 那个导弹 它只能命中一次 所以说无人机呢 它的效率更高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个战争中啊 新的一种啊 新的一种打击手段 但俄军也承认啊 打击呢 鲍尔坦克正面装甲 无人机几乎 是很难穿透它的正面装甲 所以那无人机更多的是攻顶啊 从顶部打击它 另外打它的尾部啊 侧面装甲 这样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这西方主战坦克未来呢 它的防御啊 现在来看 过去只加强了在正面的装甲的防御 就对付反坦克导弹 但因为有了无人机 西方坦克必须360度全面进行防御 360度进行防御 你这样才能防止无人机的打击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造成了 西方的坦克啊 我觉得它的重量啊 包括未来的整个的整体的防御 大家看啊 这是鲍尔坦克 整体的防御 要做到360度无死角 甚至包括顶部 那些实际上这个坦克这个东西 在战场上生存能力就越来越弱了 只有正面装甲是不够的 这是打击的炮管 可以看到 炮管被打掉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坦克也已经报废了 只能拖回去维修 即使能够开动的话 也是一个铁棺材 那么这次呢 俄乌战争啊 特别这个无人机战争 我觉得给所有国家 也提供了一个机会 就看到21世纪 人类战争的这个样貌 21世纪战争呢 就是无人机的天下 无人机的战争 所以我觉得俄乌战争 就像当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一样 当时的克里米亚战争 给世界提供了很多第一次 南丁戈尔 第一个护士 对吧 在克里米亚战争出现 还有呢 第一次对全球 进行了战争的直播 让全世界了解到战争的样貌 那这一次的克里米亚战争 我觉得也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让全世界看到了 无人机的威力 也是第一次 所以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过了几百年 这个战争的形态 还是引领着这个世界的潮流 就是无人机打这个鲍二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包括护士这个行业出现 第一批护士 再到英国 包括法国 很多的这个军事上的改革 也是在克里米亚战争 这一次克里米亚战争又是一百多年以后 又使用无人机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节目吧 通过我的节目 咱们中国人可以实时的了解整个战场的动态 你可以想象一百多年前 清朝那时候 咱们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 也不了解克里米亚战争 对这个人类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能通过我这个节目 咱们看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 看到俄乌战争这个形态 咱们中国人要思考 就怎么样提高自己 另外呢 在战场上西方的主战装备 它的一些特点怎么样 这是今天呢 扎布洛方向最新的消息 未来的克里米亚方向 有更多的消息呢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